刘备是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 汉县帝的皇叔 蜀国的开国君主 桃源三结义 三顾毛鲁 势力之战大家都能到贝如刘 上到八十老翁 下到十岁孩童 估计都知道刘备这个人物 这固然败落冠中老先生的三国演义 以及电视剧三国演义所赐 而进入移动时代之后 三国志和王者荣耀 这样的游戏 更是将刘备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刘备剧照代史越是大家熟悉的人物 越会被大家拿来演义 而经过不断的演义之后 很多时候人们都分不清楚 哪些是真实存在的事实 哪些是虚构的演义了 刘备最为三国时期的主要人物 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和故事演义都如牛毛 但是其中还是能看出不少有趣的事情 刘备建立的国家 其实不叫蜀国三国演义 为蜀无这三国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甚至连日本人都熟悉得很 但是实际上 蜀国这个名字有着很大的问题 刘备建立的政权 其实并不叫蜀 他的国号仍然是汉 刘备称帝是在曹丕创汉之后 当时传闻汉县帝已经被曹丕所示 刘备为了延续汉朝设计而登基称帝 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刘备这么做不过 是为了利用天下人心 为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三国地图不过 不管是不是贴金 或者刘备是否真的 是想将汉朝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刘备的国号是汉 据三国志记载 维建安26年4月明午 皇帝被敢用玄母 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之 告内于天神 为神想作于汉家 永随四海 刘备寄天的告文说得很清楚 他登基称帝是为了延续汉家国座 所以他用的依然是汉的国号 只是因为刘备的地盘局限于蜀地 后世为了区别刘备的汉与东西两汉 将其称为蜀汉或者寄汉 如果将其称为蜀 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一点很多电视剧都犯了错误 刘备称帝图刘备的皇叔身份 即使不是假的 也不太值钱刘备 之所以能够再三过那个群雄纷争的时代脱颖而出 除了他的闲下事 以德福人的特质之外 他的皇叔身份也为他争光不少 很多人因为其皇叔身份慕名而来 然而刘备的皇叔身份水得很 据三国志记载 刘备乃汉景帝子中山晋王胜之后也 汉景帝大家应该知道 汉文帝的儿子 汉武帝的爹 汉景帝的儿子刘胜被封为中山王 死后是浩景 所以被称作中山晋王 而刘备就是这位中山晋王刘胜的后代 而刘胜死于公元前113年 刘备出生于公元161年 中间相隔近300年 所以刘备这个中山晋王之后 是否确实也很难说 中山晋王即使是真的 那这个皇叔的身份也并不高贵 首先刘备和汉景帝两人的 共同祖先的上述到汉景帝 东汉的建立者刘秀 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 这个血缘关系未免有点太远 300年时间可以传十五代左右了 这也罢了 关键这位中山晋王太能生了 刘胜喜好酒色 虽然只活了50多岁 但是却生了120多个儿子 刘备的先祖只是这120分之一 而到了刘备这一代 和刘备同一身份 就不知道多少人了 可见这个皇叔身份有多廉价了 但是无论如何 刘备作为不一出身 能够在三国这样的超级大乱史之中 取得一方安身立命之的 建立一番基业 也算是一代英雄了 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 身份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好 好 好